我们的代数题一向都不会少得这些数字题 那数字题是什么呢? 分别就会把一个好地地,有个三位数或者四位数 那你就会把它拆开做个位数,十位数,百位数,千位数 然后呢,可以加加减减,细细细细 甚至可以把数字倒转来写 然后就和原本那个用来比较的 那我们这次就针对看一看这一类的题目可以怎样算 那一般来说,先看一看这条题目,究竟他给了什么提示 尤其是个位,十位,百位,这些提示很重要 那拿这个题目来做例子 那他就给了个位数字和百位数字的关系 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当然选择其中一个叻 那就会容易些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那然后这条题目还说到 个位,加十位,加百位,即是这么多位的数字的和呢 就是十五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既然可以叻个位,又可以叻八位的话 那这次呢,这条题目呢 那就叻这个八位数做X 那既然八位数已经变成X了 那所以呢,原本的这一个三位数呢,就可以写成 一百个X 那再加上一个十位数 那十位数现在还未知是什么的 那然后再加上一个个位数的 那个位数呢,我们知道它和百位数呢,就相差五 但是我们这一刻还未知哪一个大,哪一个小 那但是呢,这条题目呢,它又说到 如果我们把数字倒转来写的话呢 就是一百二十三,就写成三百二十一的话呢 那它就会比原本的那个数呢 就 的三倍少少少 那原本那个是三位数来的嘛 那39对于一个三位数来说 就少少啦,就 不会大得过一个三位数的 那然后就是,若莫是原本的三倍那样 那所以呢,那这一个讯息呢 就告诉我们,原本的那个数呢 它的个位应该是大过这个八位的 那这个个位呢,应该是大过 这个大于符号 大过这个八位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有 既然这个八位是x的话 那接着来 这个个位就是x 加5 咦,那我们搞定了 那有了八位,又有了个位 我们剩下这个十位数 那十位数究竟是什么呢 那在这一刻还未知 如果我们切十位数这个是y的话 那个位这个 我们有x 那 这个个位,sorry 这个八位,八位是x 那个位呢,这个就是x 加5 那然后,它们加在一起呢 是等于15 那这个十位数呢 就呼之欲出了 那这个十位数呢 就是10 減2x 咦,那就齐了 这一个就是我们 题目 原本的三位数的写法了 那然后 颠倒过来写的话呢 那可以怎么写呢 那颠倒过来写就很简单啦 只要把这些1 10 100 全部倒转过来写 那就搞定了 那我们可以写一次 如果我们 颠倒过来写的话呢 100 八位数就是原本的个位数啦 那也就是这个x加5 10位数呢 刚好这个三位数的关系 由于这个是三位数 那10位数就是原本的10位数啦 不便 那然后再加回这个x 那等于什么呢 就 给原本这个数字的三倍哦 那就是原本的数字 起码先 首先要成三倍先 再少三十九 那最后再选三十九 那就搞定了 这条式 就是这样就完蛋了 那写完这条题目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 这个代数的时间啦 那这个步骤呢 那我在这里就skip了 那你计到呢 就会计到 会有162x 等于324 那所以turnout计出来呢 x 就是这个2啦 那然后我们逐个讨论 x由于我们计到 是原本 这个题目要求的三位数 的八位数来的嘛 x是2的嘛 那 所以这个数字就是2啦 八位 然后 它的个位呢 我们知道 它的个位就是x加5 那所以呢 就是2加5 也就是7啦 那最后 最后 2加7 再加上些什么 会等于15呢 那这个就是6啦 那 那 所以 今次这一条 题目的答案呢 就是我们要找的 原本这个数字的三位数呢 就是267啦 那 那这条文字题 我们要写个解啦 那答呢 就是说这个数字就是267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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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